新庄分局特别举办了106年军民联合防空 也就是万安40号演习的协调会 那么这一场协调会由分局长张国雄亲自主持 而分局也特别邀请了包含义景民房 还有医院学校等等的相关人员来参与协调会 那么分局也表示说希望透过这个演习 能够建立执勤共事跟全民国防的观念 新庄警分局于日前举行106年军民联合防空万安40号演习协调会 协调会由分局长张国雄主持 邀请民房、议景、医院、学校、大卖场及店家等等相关人员与会 新庄警分局表示 希望能建立执勤共事及全民国防的观念 虽然我们现在很多年已经没有战争的形势 但是我们还是要随时聚安思维 所以这个万安演习就具备了一个重要的特色 新庄警分局表示 万安40号演习之演练着重防情传递 交通管制及人车疏散避难与防护作为 近期民众于万安演习期间不要随意外出 以免处罚 那就是当天啊 当然我们会实施这个人车的管制 那这些民众商家必须配合的就是要需要这个灯火 做一个管制 那人员一定要疏散 不要在马路上逗留 而且也不要在骑头地来行走 人车一定要 车辆在行驶当中 你一定要跟着警察的指飞 靠路边来停放 洗火 就地来做一个避难 分局长张国雄于学调会中表示 演习事前准备胜过事后补救 灾难发生没有一定的规则 多一分准备就少一分灾难 以上新闻记者新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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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